危急 感染空血 难过 疫情透天 我们大家在狮子山下境 透过我们近100个演艺人员 把这个歌表达出来 然后就希望在疫情底下 我们香港人继续我们的狮子山精神 能迎来而上 大家好好的打赢这场抗疫战 香港第五波疫情持续严峻 谈及此前参与录制抗疫歌曲 狮子山下的经历 即将抵径参与全国两会的港区 全国人大代表邝美云感慨颇深 他说 疫情之下 香港市民不畏艰难 同心抗疫 积极投身到了疫情阻击战中 而由邝美云担任会长的 香港珠海社团总会也挺身而出 从捐赠派发物资 到快速加入防疫抗疫的工作中 确诊的会员呢 我们会把他有需要的物资 还有治疗的药物等等 我们都会用快递的 或者说我们的义工团队 也会送到他们的手上 海连会呢 也寄了一些医用的口罩 有七万多个 那还有N95的口罩来到香港 还有那个莲花经文胶囊 一些急救包等等 我们都准备了给我们的会员大众 经过约一周时间争分夺秒的建设 中央援建香港的轻衣方舱医院 于2月28号正式完工 这也是香港抗击第五波新冠肺炎疫情以来 首个竣工的中央援建香港方舱医院项目 全部投入使用后 可提供逾3900个隔离床位 邝美云表示 香港第五波疫情以来 中央通过多种方式和渠道 支持和援助香港抗疫 这大大增强香港社会抗疫的信心和决心 内地的团队风雨兼程 从来到香港之后 以七天的时间 就完成了方舱医院的建设 提供了3900个床位 我觉得这个也是给予香港人 一个很大的信心 就是说只要我们有这个信心 大家团结 一定无论有多大的困难 我们一定能够跨越它 2022年是香港回归25周年 对于邝美云来说 25年前回归时候的场景 仿佛仍历历在目 25年来 它也以自己的视角 见证了香港的变化与发展 我记得我是看到电视上 那个英国国旗降下来 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 缓缓地升上去 那是我们很期盼的一个时刻 我觉得回归之后 香港与内地民众之间的往来 沟通越来越密切的 越来越多的香港人 也会说普通话 那在人员交流经济互动中 大家对国家的了解也更多了 那认识到我们国家的发展 都很好很快 作为港区全国人大代表 邝美云表示 今年全国两会 他提出了关于 加强统一各省市房产限购 以及设立港澳全国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工作网站的两份建议 希望在两会当中 发出自己的香港声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